接下来咱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着重点有些变化 原来咱们的着重点都是 跟大家去说这个特征工程怎么样建立 然后这一回咱们单独来捞一捞这样一个事 就是对于一个特征 假设说已经给我们建立好了 就是说数据已经是现成的 标签也现成的 我们怎么样用这个XGboost 然后能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主要来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关于这个XGboost 它在建门的时候调餐 咱们一步一步该怎么去做 在这里我们的重点就是怎么样用这个酷 所以说咱们每个课程可以说 着重点还不太一样 有些课我们是主要给大家说 特征咱们整个流程该怎么去办 这些课咱们主要来说 就是关于这个模型 咱们怎么样能把这个模型做得更好一些 然后先说一下咱们的数据 这个数据它是一个保险赔偿数据 也是一个竞赛级所提供的一个数据级 然后这里其实上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用户当它出现了之后 有一系列的特征指标 因为这个数据它也是一个脱敏的数据 相当于我们没办法知道 每个列的具体的含义 所以说就相当于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特征 然后基于这个特征 我们就直接的去建模做预测就好了 首先第一步还是先把我们这些酷都倒进来 这些酷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 Pandas Numpi Mindplot SkLearn 这些酷就是我们要去建模的时候 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些工具了 反正都是老工具 没有什么太多新的 新的一会儿就是这个XG Boost 一会儿用的时候咱们再来说 然后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数据长什么样 这个数据当中它有训练级和测试级 都已经给大家提供好了 到时候直接把数据读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数据量 从量来说还是可以的是吧 各十百千万十万 一共有18万个训练数据 每个数据当中特征也是非常丰富的 每行数据当中 它一共是有132列 但是在132列当中 你看它列名叫什么 我自己打印了前20个列名 和最后二十个列名 第一个列名ID 这是对于一个数据的一个标号 都是唯一的 然后Homer你看这是什么 Homer它的意思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离散值 这是连续值 也就是说 接下来咱们的数据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 所以我就说它是一个脱敏数据 我们只知道 就是这个数据当中 一共是有很多个属性可以利用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属性是什么了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的重点 就相当于是 已经有了一个特征数据 并且人家预处理 已经给咱们处理好了 我们的重点就在于怎么样 用这个数据建立出来 最好的一个 差距不死模型 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咱们来看吧 首先我describe一下 就是能得到咱们当前 这份数据当中 对于每一个列来说 进行了一个统计指标 看它的总数 均值之类的 其实我想看这样一个东西 就看这样一个事 就是数据有没有被经过一个预处理 比如说预处理完之后 应该是每个列当中都没有确实值的 而且还可能做一个标准化 或者规计化 所有的数值应该都比较小 咱们来看一下 对于每一列来说 你看均值大概0.25左右 然后它的最小值接近于0 然后最大值是接近于1的 也就是说现在每个数据来说 已经是帮咱们做好预处理 你看都是188 318 没有缺失值吧 速数据都没有一个缺失值的 而且均值都是在0.25左右 最小值接近于0 最大值接近于1 这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相当于是 数据已经是经过了预处理 然后咱们接下来要做的事 就比较简单了 相当于是 把预处理这部分工作 现在省略掉了 然后咱们来看 这里就是 我先检查了一下 在数据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缺失值 你看.in那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所有都没有缺失值 一看打印出来一个false 没有一个缺失值 没有缺失值 给咱们省事了 我们接下来 直接去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打印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info .info相当于是 你去看一下 对于一个dateframe来说 它的一些信息 然后它这些信息当中 你就可以看它的数据类型 flow类型的有15个 念念类型的一个 object类型116个 在这里一般都是这样 就是flow类型 它是一个连续值 inter和object类型 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离散值 是这样的 然后内存使用不大吧 因为咱们数据比较小 基本上大家笔本跑轻松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特征 在我特征当中 我看了object类型 它有116个 然后这个flow的和int 一共是有多少个 这些东西都可以看一下 相当于是 先对我的数据 有了大致的一个了解 留意完之后 咱们还得看这样一件事 就是对于一些种类的一些变量 比如说属性值里边 它里边唯一的属性 有几个呀 我们可以先打印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对于每一个属性来说 单独的先去看一下 在这个属性当中 它的一个个数 你看在这块 就是统计了一下 它的一个个数 分别是有多少个的 这块统计一下个数 然后把这个东西打印出来 那对于这些种类来说 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 你看大部分前方下 打印了前几个 大部分前方下都是两个吧 那不太放心 画一下图吧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结果 画完图之后 非常简单画的操作 大部分前方下都是 加上X轴 加上Y轴什么东西 然后画完图之后 咱们就来看左边这个图吧 看左边的这个图当中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 在这个现象当中 就得到当前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大部分特征 都是一个二值的 然后116个是属性值 其中有72个 都是里边有两个属性值 可能是是或者否 可能是这个样子 然后绝大多数特征 可能就是四个值以下的 然后有一个特征 比较奇怪 最后的特征 它有326个不同的值 这个因为它也没告诉我们 这个特征表达什么含义 所以说大家就想了 这个特征里边值这么多 会不会都有产生干扰 这个看起来326还可以 因为总共数据量比较大 咱们暂时也不用去去掉这个特征 暂时也给留下来 所以说这个图 就是咱们画了一下 当前我的一个特征 就是不是特征 就是我的离散值 它分布的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块就是离散值分布 我们可以暂时来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标签值 我们标签值先画出来一下子 这块就是你看我画什么 就是X轴它是一个ID ID一共是有多少个 然后Vedular我画的是我的一个Loss值 最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我的一个Loss值 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赔偿了 那它的一个赔偿值 或者说叫做 这点会叫损失值了 赔偿值来说 就是有一些显著的峰值 可能是表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 然后你赔的就比较多 但是你看这样的一个分布是什么样子 这样分布看起来不太均匀吧 有些忽高忽低的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就是产生出来了一些波峰 波谷忽高忽低这个现象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就是我的数据 它不是怎么说呢 它的分布没有那么对称 不像咱们正常所说的 那个高次分布那个样子 那这里我们可以来去 通过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偏度 偏度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数据的一个倾斜程度 一般情况下就是数据越倾斜的时候 哎呀我们说当前这个数据啊 可能是不越不利用我们建模 而这个数据呢越均匀一些啊 我们可能说这个数据 它越有利于我们进行建模 然后呢怎么看数据是不倾斜的 这块啊我们可以用一个 saysmodel这个裤 你看这个裤啊 咱们再往上去面去看一下 我把它看一下它是在哪儿导进来的 应该在最上面 在这块啊咱们来看啊 我看看我的saysmodel 在哪儿导进来的 哎这块还没有去导 哦那应该是在下面导进来的 我直接我去查一下吧 啊在这儿呢 就是啊我们需要在这个cpi当中啊 导进来我们的一个统计的这个指标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裤 基本上已经直接安装好了 我们到时候直接去用就可以了 然后呢在它这个裤当中啊 就是我们有一个指标 就是可以直接去计算 当前你某一列 它的一个偏度值是等于什么的 这块呢咱们先来看啊 当前算的一个偏度值啊 是等于3.7几 基本上我们认为这个数 如果说比一要比一还大一些 那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倾斜的 那你看这个数是什么样 是3.7几吧 所以说呢对于当前这个 呃呈长池来说啊 它是有这样一个倾斜现象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认为有这样一个倾斜现象 不太利于我们进行一个建模 所以说啊普遍情况下 我们都是啊把这个倾斜数据 嗯进行一个转换 然后呢转换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工具 就是一个对数的变换 经过了一个对数变换之后啊 一般情况下啊 咱们的数据倾斜程度啊 会极度的降低 达到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情况 咱们来看一下这里啊 就是我直接做了这样一个工作 就是嗯还是咱们的 Train的一个损失值 把这个损失值拿出来之后啊 用Nanpatterlog进行转换 转换完之后啊 咱们得到结果 然后同样啊是打印了一下 它的一个倾斜值啊 然后怎么样 得到0.09吧 这个值比上次这个值来说 是不是小了很多啊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啊 先对数据的 呃这个损失值啊 进行了一个变换 原始的值啊 就是浮动比较大 所以说轻协程度啊 也比较大 我们经过了达过变换之后啊 咱们现在嗯 它就服从于一个 我们比较喜欢的 那种比较正常的那种分布了 来画一个图吧 这个图就是 我对于我们当前的 这个任务来说啊 它的一个 左边的 就是说 嗯 你还没有去做这个 捞个变换之前啊 你看 它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倾斜现象啊 有些值比较大 有些值比较低 然后呢 这个分布不是特别均匀吧 当我们做完了 这样一个对数变换之后啊 是不是跟我们正常看的那个 就是虽然说 跟我们正常高度分布啊 差的比较多还 但是呢 也是呈现出来 这样一种正常分布的规则吧 那你说 左右两个图来说 我们要哪个 我肯定要右边这个啊 因为右边这个 是不是一个正常 就是接近正常分布嘛 这样的一个分布啊 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也是利于啊 我们进行一个建模的 所以说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 赔偿值来说啊 要不要给它进行一个 就是对数的变换 普遍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算 它的一个倾斜程度 如果说倾斜程度啊 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啊 做这样一个 对数的一个变换啊 有这样一个操作的 然后这个连续值啊 我们可以把它都画出来 这块呢 就是用了非常简单的 一个函数啊 就是画了一下 我们的一个 其他连续值之间 它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各个属性啊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表达什么含义 所以说啊 这个连续值啊 咱们就给它画出来 暂时先画出来 然后咱们就先 不具体分析了 然后每个值 可能有一个特殊的含义 然后我们需要考虑的 另外一点问题 就是特征之间的 一个相关性 因为我们现在特征怎么样 特征是特别多的吧 那特征之间啊 比较多的时候怎么办啊 你可以查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说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需要 把特征之间 比较相 就是一些特别相关的东西啊 我们就给它 怎么说呢 剔除掉吧 你看这有0.99的 我看哪 0.99 0.99的 像是0.93的 这些相关性比较大的 可能就是有些贡献性嘛 有贡献性的东西啊 是不利于我们进行建模的 尤其是你特征比较多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筛选了 筛选完 筛选那些什么 筛选那些啊 就是相似度比较高的 就是看除了对要线之外 哪些比较高啊 这些啊 我们都是可以进行一个 自己的一个筛选的 然后这个啊 就是我们先给大家看了一下 嗯 我们的一个数据 以及呢 咱们当前啊 拿到的数据 我有做了一些变换 一会儿啊 咱们的核心就是 特征已经给咱们了 然后我们要去建一个 XG不索模型出来了 谢谢大家